- 今天兩三個星期內多快啊? - 上個星期又下雨,今天也下雨 - 又打風又下雨,今天又下雨 - 今天就好在沒有黑雨 - 但是暫時紅,不知道會不會又,一會兒十多分鐘後 - 天文台又做個黑雨來探 - 四月六日間這樣嗎? - 還要我們現在身處的地方 - 是重災區的附近 - 是嗎?重災嗎? - 是呀,黃大仙 - 是呀,黃大仙 - 鑽石山這裡 - 搞不好 - 搞不好 - 是呀,希望吧,我們就希望沒事吧 - 好 - 有些人還沒? - 有些人還沒? - 有了,有些人還沒 - 好了,來吧 - 那,阿迪 - 玩具TV第幾季嗎? - 二十八季 - 第十季 - 第十季 - 是呀,這個長壽的節目 - 沒錯 - 上市郎哥,現在快要寬到今宵了 - 絕情是呀 - 好,那我們今天第一個,打頭炮 - 玩古戰技,一玩三技 - 厲害,是的 - 今次這三隻,為什麼一次過說呢? - 是 -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同一個部隊 - 是 - 就是叫做秘銀紅鷹騎士團 - 是一個卡斯坦共和國的一個軍團 - 對了,那我們不如就 - 由最低級的玩具,好嗎? - 進冰仔 - 登登 - 這個 - 這個 - 這個槍是不是 - 不是的,這個是那隻的 - 這個,首先這個,就是ARC-32 - 好像有兩兄弟一樣 - 一個藍面,一個紅面 - 是呀,那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 其實它是由這個叫做賀拉斯審判的計劃 - 是呀,來孕育出來的一班士兵 - 是呀,他們就是吸收了一個藍精的礦石裏面 - 是 - 提取了一個叫做英神賀拉斯之血 - 哦 - 像那些強化劑,還是那些什麼? - 輕粉劑 - 是 - 噔噔 - 大家就看看,它就是由這個 - 就是由那個藍寶石打了這個藍寶石提煉物 - 英神賀拉斯之血的士兵 - 嗯 - 所以大家看到它的樣子是藍色的 - 噢 - 是呀,看到嗎? - 是呀,這個就是它平時是一個普通的裝甲的士兵 - 跟著它的臉是一個藍色的 - 就是說一個是人吃了輕粉劑,改造了的一堆士兵 - 是呀 - 是呀,為什麼會有一個紅色的呢? - 為什麼呢? - 就是它狂化的時候變成紅色 - 因爲這個叫做英神賀拉斯之血 - 會令到人很狂暴的 - 是呀 - 所以呢,如果它真的狂暴在一個點的時候 - 就不受控制,就變成紅色了 所以一盒里面就有齐了两只 一个是正常形态 一个是狂暴形态 还有它也有很多价衣 好 我们送给观众看一下 在这里是吗 先给观众看一下 价衣很多 每人有一把长剑 然后有一把像古时的机关枪 然后有两个大铁锤 一人一把 一个像是火焰枪的物体 一个是追击枪的物体 还有一个头盔 各人有一个头盔可以换的 看不看得到 这两个就是头盔 可以换头盔的 在这里还有很多价衣 很多手榴弹 有很多手榴弹 不如我们随便换一两个 在手上 我当这个 拿一把大剑 不如换头盔 试试 很简单 就这样 拔 接着就插头盔 但插了头盔 我觉得这一只 如果插了头盔 我就觉得没有了特色 虽然保护性和战斗力 就会强了 但是呢 因为它变成了蓝色的一个强化形态 都会显示的样子 好像比较好 比较好 看到吗 这个就是戴了头盔的时候的样子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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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那个呢 你们好像插了一些价衣 插了一些价衣 我研究一下可以玩什么 如果这个是近战 我就给这个两个战锤 战锤 我这个也有一把大剑 那我就战锤加枪 又可以 对了 对了 而且这次也是 都是好像我们平时的一贯幻古战技 其实呢 虽然小小只 但其实都有很多可动的位置 如果你有玩过呢 就知道了 你不要以为它是一只像战棋那样的公仔 就不能动了 其实它是整只都周围都能动的 对了 例如好像这样 装上一些近战装备 好像 不知道是火焰枪还是什么 对了 我觉得你那个像火焰枪 有个火焰弹 对了 拼了这个地台之后 就更加稳固 而且它更加像一个战棋 我估计这个 这个应该是什么剑用的背包 你看 很败的 很重装 这两只士兵就是ARC 32号 就是一个叫做 红鹰之爪 它们的袋就是叫做红鹰之爪 这些强化兵 很多武器 对了 红鹰之爪 不如说完这两个红鹰之爪 是不是差不多 对了 说完这两个红鹰之爪 就说到他们的头 叹叹叹叹 如果你 你如果打了这些红鹰之血 是 鹰神赫拉斯之血之后 如果你承受到它的威力 那就可以升低了吗 升低了 你就可以 不是做这个车子 这个很厉害 这个 这么大 这个就是叫做 这一只叫做什么 先看一下 这个 就是刚才说的 如果你是承受到那个血 这个就是它的高级版的战士 这叫做红鹰之爪的暴露似臣者 暴露似臣者 暴露似臣者 是啊 笨露似臣者 有个徽章的 有个徽章的 很帅的 是的 他们的那个军团的那个 logo 而且这一枝 哇 这枝实在是太大枝了 这枝就厉害了 这枝就是叫做 伊米劳斯之瓶 的一个88cm的追击炮 就是说要有它这种能量 是 承受到那个能量 才能开到这枝炮 哇 它这枝炮 我刚才说到 喂 上 即 打到你上天 下地也得 所有怪兽 装甲车 全部都一炮给它 打爆 是 坦克车这么大炮 是的 因为你知道 其实环古战技 都有很多载具 很多机械人 所以 它就是用这枝大炮 就是可以 毁天灭地的能力 很厉害 是 是啊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那个 红鹰蟹骑士团的大哥 很大 是的 暴露的侍臣者 就是他 那这个冰仔是否要有些工具 是的 这是ARC33 它没有刚才的冰仔这么多工具 是 只是一辆大炮 这辆够了 除了刚才这把机枪 当然还有一个全新配件 手榴蛋 一向都有 手榴蛋 喝水 那些东西都有的 好了 那说完这个高级兵和低级兵之后 登登登登登 哇 又有个工具 来了 这个很厉害 这个又是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环古战技的机动步兵 叫什么呢 哇 让我看看它的名字叫什么 好难读啊 机动投弹车 艳锤 是的 艳锤啊 艳锤 是的 这也是的 因为这个是士兵 你要那些叫攻城灭地 一定要有这样的工具才可以 才可以 打得赢个胜仗的 这个很过瘾的 是拉车的 是的 因为这个是人力推动的 要拉车 是的 那我把大哥 放在中间 放在这里 在这里 不是说喝了红偶就拉车 那喝红偶就不拉车 就是拉车 那两个就是拉车 喝了红偶就不拉车 我们把这些大炮放在顶上 哇 这一次啊 好重啊 是呀 Hello Sunny Sunny 应该不是在香港 好了 大龙在里面 对了 对了 当然了 全部放在里面 那里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 好像还有两枝旗 刚才有一枝柱 刚才有一枝柱 这个最厉害 就是一个头蛋的装置 可以向着镜头发射在里面 试一下 是打开门的 啥 我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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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掉出来 从下面 这是炸药来的 是装着炸弹炸药 是這樣的 也是用投石機的動力 放下的時候 按鍵就可以了 還有 這些人你以為他拉車嗎 拉完車去到這麼快 其實他還有工人 工程是扔的 真的 因為你進到城之後 就要扔人進城堡 你明白嗎 是呀 照扔好嗎 你看看 來 哇 你看看多好 真的扔了對面城池 扔了對面城池 這輛裝甲車 剛才就是這樣玩 上下兩層 還有一個功能 是可以 如果之前有些東西 可以扔著一些卡車 可以組成幾輛 或者你有兩輛可以前後組合都可以 變成拖車 沒錯 還有如果你有冰箱巨人 那些大機器人 那這個就是一個專屬的新武器 先拆開它 先看看 這個 投石機這個棍 就是一個武器 好像是一個大槌 就是這樣 超級大槌 本身這個是一個大槌 這個人玩也可以 對人玩 今晚有很多大槌 對 拆開這個就可以了 好了 這樣就是一個超級大槌 打了士兵 這個就是鹽槌 所以現在的東西叫做鹽槌 鹽槌 對 所以因為這是一個大槌 對 還有它扔這些 剛才那個火的東西 其實是一些火流星炮 對 所以就有火 有槌 就叫鹽槌 對 對 總之有孔就插什麼都可以 插旗也可以 插炮也可以 其實真的挺有型 你看它 下面這裡 你看它 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大哥 你看它下面 駕駛也可以 好了 但是最慢的問題 都是人力驅動 對 要拉 沒有辦法 因為始終它那個時代 是比較古舊一些 幻股 對 對 所以這個呢 這家是多少號 ARC31 他們是同一時期出的 31 32 33 如果你想組成這一對 叫做 碑銀 碑銀鷹團 你就要買這三個 這個 正 很有同心 對 那麼 就這樣 一次過介紹三個 我們希望下一次 看看有沒有其他的 士兵 或者他有沒有其他的組合 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 我們稍後再見 稍後再見